中国预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何楚云编剧 张婉容编导 黄发之监制 我们这个中国预言节目 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预言 除了将原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预言 是包括有 出自指不语的鬼友三计 和出自明少林的汉镜 唯有三计 女某重江临生 姓豪放 自豪豁达先生 尝过某湖西乡 天尖黑 见妇人面诗粉袋 牟茂母带 慈城迅于宝 望见女 酒避大树下 而所慈盛 周遗聚地上 女取婚 乃一草索 臭之 有阴霾之气 深知遗 溢史鬼 取藏懷中 敬向前行 其内出树中 往前遮难 左行则左难 右行则右难 女心之族所清鬼打场时也 直冲而行 鬼无奈何 长笑一声 变作披发流血状 身舍赤许 向之跳跃 女若 与前之逃眉或训迷我呀 向前阻拒遮我呀 甘作此恶状 吓我呀 三计不宜 我总不怕 想无他计可思 已亦知我宿命 豁达先生府 毁乃福盈贵地 奔吹而去 酒和小菜都摆好了 女相公 充哥 两位随便 小二哥 你知道我姓女吗 不用说了 当然是阿充你多口 不关阿充哥事的 是小人多口问而已 女相公 你不要怪充哥 我不会怪他 小二哥 看你年纪多轻轻 口齿多凌厉 女相公 你过掌啦 如果我们做店小二的 说话粗魯 或者晦气点 不单只客走来 光顺我们的客观 连老板都立刻要我们 执包袱走 女相公 你说是不是 是 你说得很对 对了 小二哥 一会儿我们要赶去柳湖西乡 去一个朋友家 你说今晚赶不赶得到去呢 柳湖西乡 今晚当然可以赶到去的 不过去到都相当晚的了 而且 晚点不重要的 不过经过柳湖那个树林那时候 要小心点 为什么 因为听见有人说 那里不是多干净 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不惊 这层 不成问题的 不是啦 相公 不如明天才起程啦 好吗 你别这么傻啦 阿聪 大丈夫光明磊落 无愧于天地良心 就什么都不用怕的了 小二哥 谢谢你了 我们吃完饭就赶路了 麻烦你拿两碗白饭来 好呀 好呀 相公呀, 天天漸漸黑了 這麼大座雪林, 人影都沒有過 不如回頭吧, 不要再走了 我眼睛睡了 你看你幹什麼, 手藏腳鎮 今晚無論如何, 都要趕到木相公的家 去到就有得睡, 快走 相公, 前面有一個小娘子在走 我們有人不陪了, 這樣也沒那麼害怕 是啊, 那個小娘子在我們前面急急地走 不知道要趕到哪裡 啊, 她忽然間轉身, 看到我們 哈哈, 她快走到一棵樹後面躲 啊, 相公呀 你剛才看不看見 那個小娘子, 茶枝, 檔粉 很燒人的 喂, 喂, 別那麼多事 啊, 她這棵樹後面那陣 好像掉了些東西到地裡 看過是什麼 啊, 讓我去撿 啊, 相公, 是一條草繩來啊 啊, 草繩? 給我看看 嗯, 有些陰冷和腐臭的氣味 啊, 我明白了 這隻是吊頸鬼來的 好, 讓我把這條繩放進衣襟物件 阿聰, 馬上跟著我, 大埔向前走 不用怕的 啊, 是, 是, 相公 哎呀, 想不走這麼快呢 阿聰, 聊聊天啦 不要理那麼多, 向左走 啊, 是啊 哎, 左邊條路, 用得好走呢 我不讓你們去 阿聰, 走過去右邊 知道 哎, 右邊都不讓走呢 左邊, 右邊都不讓走 我們向前衝 哼, 你們這麼不識趣是吧 嘿 啊, 啊, 啊 他忽然變得好用酸啊, 相公 我現在救命啊, 相公啊 哎, 阿聰, 你不用怕的 鎮定點 好了嗎 你以為變成披頭散發 七孔流血 還伸調尺多長的舌頭出來 在我們面前跳來跳去 我就怕你了嗎 最初你查枝當粉 就是想迷惑我 然後就阻擋我們的去路 左行不給, 右行亦不給 我知道這就是俗語所謂鬼打牆了 你無非都是想阻攔我 如今又變成禁凶惡 無非是想恐嚇我 哼, 你迷惑我, 阻攔我, 恐嚇我 三套本領都用完了 但是我一點都不怕 我相信你沒有第四種伎倆使出來了 難道你不知道我的愛好 叫做豁達先生嗎 快點恢復原形 是 冒犯先生, 請先生原諒 我走了 阿聰 你沒事吧 我沒事了, 相公 他走了嗎 他走了 我們繼續趕路 一個人 只要不受迷惑 不怕阻攔, 不怕恐嚇 可以說 無枉而不利 這個故事是《鬼有三忌》 《原子財》的紙筆 如是拿出來的 有一句說話 所謂畫鬼容易就畫馬難 因為畫鬼, 畫馬為什麼難呢? 馬每個人都見過 稍微不像, 每個人一看就知道 馬又有動態, 又有姿勢, 又有神韻 所以難 鬼在正常情形之下, 神智清明之下 光天反夜之下, 沒什麼哪個人真的見過 這個所謂鬼有三忌 都是把他歸納 三種技巧 能夠應付他, 就不怕他 所以 難怪古人說 我們中國 古代的經典之中 最有哲理意味 本身是由占卜之書 演變來的 《易經》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 《周易》《易經》的《易字》 有三方面的意義 第一個是《變易》 《千變萬化》 講到現象 好像鬼一樣 鬼也是其中一種現象 有時是披頭散化 有時是蓬頭救面 有時是血淚橫流 有時是沒有頭 有時是多了一件事 之以此 十分可怕 《千變萬化》 這是第一個意義 《變易》 但是《千變萬化》 背後總有它的道理 問題是怎樣去發現 這些道理 我們現在所謂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都是歸納現象 抽出共同的性質 成為一種假說 經過證明 成為定理 再經過證明 成為定律 所以 第二個意義就是《不易》 第一個意義就是《變易》 《千變萬化》 《千變萬化》背後 有些不變的道理 所以是《不易》 能夠了解這些不易的道理 去掌握 去應付那些變易的現象 就很簡單容易了 這句《易》字 在廣東話有兩個讀法 《易》和《易》 相通 一明而含三二 和這個所謂鬼有三幾 這個道理可以互相認證 即是 我們不要迷惑於表面多變的現象 也不需要畏懼 也不需要畏懼 最重要是掌握到他的道理 知己知彼 了解他的道理 他便無所思其忌 當然 《有無鬼》這件事 也是很難說的 也不容易證明 人的生命現象 也是一個很奇妙的事 當然牽涉到靈魂有沒有 靈魂是否消滅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也有很多爭論 有人認為靈魂對於肉體 就好像一把利刀的銳利性質 對於一把刀 那刀沒有了 那些銳利也不在 是否真是三寸氣在千半用 一但無常萬事休 人究竟有靈有性 究竟會否真的靈魂不滅呢 或者將來才會了解多些也不一定 漢鏡 有出外生理者 妻足回時 需買牙梳 呼問其狀 妻子身月時之 呼貨不將歸 忽億妻語 恩漢月輪正滿 誰買一鏡回 妻照之 麻藥 牙梳不買 如何反取一妾 武民之 黃玄 忽見鏡 超雲 我兒 有心廢前 如何娶個婆子 誰知揭眾 觀察王驅之 見鏡方雲 如何就有足為限的 及審 致鏡於岸 觀照見 大怒 夫妻不和事 何必央鄉患來講 觀人 我已經幫你整理好行李了 天天你早就要出門了 不如早點休息吧 行了 娘子 我出門做生意 大約半年左右就回來 觀人 你回來的時候 幫我買一隻牙梳回來 好不好 聽說現在 新出了一種牙梳 用來梳頭髮 梳得很貼服 這層沒問題 不過 你們女人用的牙梳 我又沒買過 到底是怎樣的 牙梳的樣子 好像現在天上的月光一樣 你知道嗎 好了娘子 我回來的時候買一隻牙梳給你 你記得梳好 行了行了 如今時候都不早了 早點休息吧 蘇兄 聽說你明天就要起程回家了 是呀 廖兄 小弟已經做妥生意的買賣 算起來 都離開了家裡有六個多月了 蘇兄 你這次回去 和伯母和嫂夫人相聚 當然是非常開心 那當然了 我和他們都有半年沒有見了 哎呀 說起娘子 我答應買些東西回去給她 啊 答應買些什麼呢 啊 究竟是 蘇兄 你留什麼 到底娘子叫我買什麼回去給她 唉 沒辦法記得起 她說 她說那個東西的樣子 好像天上面的月光 讓我看看天上面的月光 啊 是圓朗朗朗的 是圓朗朗的啊 喝杯聖的 好 聖的 娘子叫我回來陪你 娘子 為夫這次離開家裡半年有多 你和我侍奉我娘 真的難為你 這些是我份內事嘛 官人呀 你有沒有幫我買牙梳呀 有 好像月光那樣的嘛 是啊 哈哈 這個就是啦 月光圓朵朵朵 和這個東西一模一樣 老闆說 這個是鏡 鏡 鏡 鏡是什麼 用紙包著的 你解開紙看看就知道了 好 讓我看看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沒有解開來看過 讓我看清楚一點 哎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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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良心了 你 你沒有良心 我去告訴婆婆聽 婆婆 喂 娘子 婆婆 娘子 你幹什麼 娘子 哎呀 你們兩個怎麼這麼吵 娘子 婆婆 你兒子離開我家半年 他已經做出一些對惜苦不住的事了 乖仔 你究竟做出什麼事呀 娘 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 婆婆 臨出門之前 我叫官人買牙梳回來給我的 誰知道 誰知道 誰知道他娶了妾子回來呀 什麼 喂 在哪裡呀 人呢 我哪有這樣做呢 你有什麼憑證呀 你還不認 婆婆 她藏了妾子 在這個圓圓圓的東西裡 如果你不信 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讓我看看才行 哎呀 乖仔 你娶妾事都沒有問題 相信家嫂一定不會阻止你的 但是你怎麼可以娶個這麼老的女人 我不管 老也好 亂也好 我回去告訴爹爹 說你停妻再娶妻 我 哎 蘇誠 你岳府去官衙告你 說你停妻再娶妻 我是本源的公差 如今奉命來帶你 和那個女人回到衙門 對了 你在外面娶回來那個女人 在哪裡 快點叫她出來 公差大哥 其實哪有這種事呀 公差大哥 你要見的人 就躲在這個亂的東西裡 是就是我兒子帶回來的 哎 這個是 是阿鏡來的 是我買回來的 我不管你那麼多 讓我看看你的妾子在哪裡 奇奇奇 我是奉大老爺之命來抓人的 又沒過期 又沒過失 你怎麼又叫另外一個公差來抓我 奇怪 公差大哥 你見不見到那個女人 我不知道那麼多 總之你們通通都要跟我回去 聽牛知院大老爺深信 嘻 嘻 大膽蘇誠 如今你的岳掌 告你欺負他的女兒 人呢 小人在 你怎麼會 坐在公案裡 這件事 原諾是甚麼 回品大老爺 被告蘇誠帶回來那個妾子 就是躲在這件事裡 叫他都不肯出來 所以放在公案上 請大老爺發落 這麼奇怪 好, 讓本官看看他躲在哪裡 豈有此理, 其實這些是夫妻之間爭執的事 為什麼要請一個鄉下的官身來見本官 這件案, 本官不受理 你們日干人等, 凡家企自行禍解 不得再生事端, 體堂 這個鏡的故事, 我們聽來似乎覺得怪 為什麼有些地方可以封閉落後成這樣 連鏡都不知未見過, 不知道有些回應的事 或者有些人不信鏡, 這是信水的地方 或者有些人只是看水 只是對著水照, 不知道有所謂的鏡 似乎好像誇張一些, 是不是呢? 而且最怪的, 那個丈夫也從來不解釋 買個鏡回來, 那個妻子 大概是古代的社會 都是... 妻子覺得不能容許她的丈夫 亂來立妾 丈夫當然只有 一有機會就想立妾 這個大概是古今中外 都是這樣 那個妻子大罵 你不派梳就找一個這樣的女人回來 知而此之類 其實那個是鏡, 你的丈夫為何不解釋呢? 後來見丈母娘去怨解 兩個小夫妻又在那裡煞氣 那個丈母娘大概年紀大一點 體諒一點 知道那些男人都沒有誰好事 一定是找妾事 但你都找過年輕一點 找過好像跟我那麼老 實在是她自己 於是打官司 這些事情有時候很奇怪 到最後那個法官 都不知道有個鏡 又以為鏡中人是另一個人 這些似乎是... 誇張 又沒有人解釋 不過背後的意義也挺有趣的 人往往容易被幻象所欺騙 不是怎樣調查 就會有些無謂的風波 等於我們周時看到武俠小說 或者武俠劇集 周時打到天翻地覆 只因為一句話誤會 或者是某些人在挑撥是非 說半句 那些大盒 確實是周時四肢發達 武技高強 但頭腦不太複雜 頗為簡單 一兩下就相信 於是 至於爭什麼秘笈 為誰報仇 更加不知所謂 所以我時時覺得 鑑於以往中國文化的走向 以及我們以後中國人的發展方向 推理小說 偵探小說 應該是多些提倡 反而那些 我個人的偏見 或者武俠小說 當然是想像很神奇 再加上現在科技的幫忙 看來好像很古怪 但是 但是 當然這好像牽涉到藝術以外的效果 對於群眾是否有益處 對於文字 甚至社會的法制觀念 是否有幫助 恐怕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當然這個故事 或者我們說說回來 人貴自知 我們人的弱點 周時不容易自知 沒有什麼自知之明 甚至不只不信鏡 甚至不知有鏡這回事 甚至有些人有鏡打爛他 不想見的鏡 這個鏡可以代表一些輿論 批評、反應 逆耳之言之類 都可以作此解釋 所以這個漢鏡故事 我們要抽取其中的精華 聽鼓就不要駁鼓 就不要吵 為何丈夫又不解釋 那個鏡 為何連做個糊塗法官 都不知道有鏡 搞得一塌糊塗 這些其實都是想像出來的故事 總之 如果外面有鏡買 就沒理由人不知道有鏡這回事 這些東西不必深究 最重要是抽出其中的 精彩意義 中國語言 陳耀南主持 鍾毅明朗重 何楚雲編劇 張婉蓉編導 黃發之監製 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銀行 索磅 角色 索磅 totalement 索磅 全 索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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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